在广州近期的疫情中 有部分街道被隔离 区域内的居民活动受限 这其中就有一位台湾青年 他所居住的立湾区永口街 也被划为封控管理区 王立凯从2009年就来到大陆发展事业 在广州生活了几年时间 2021年3月 他刚刚搬到立湾区 6月初街道就被封闭了 这段日子 他用手机记录下自己生活的情况 分享自己的体会 等一下我就要排队去做第6次的核酸 这个是我们在核酸的现场 很感谢这些医务人员 不眠不休的一直在帮我们做核酸检测 他们从早上8点就开始一直做到现在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大概5、6点了 其实我觉得隔离除了没办法出去以外 其实还算自由的 我们这边隔 因为我们这边是没有案例的 我们是在案例的周边的街道 所以我觉得生活还是挺便利的 该有的都有 端午节到来 王立凯已经在风控管理区域生活了12天 社区里的生活物资是否充足 他也一一做了介绍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国家会有那个物资车 快来这边 然后让我们民众购买 然后他们都会定期的有物资过来 让我们采买 然后都是跟市场价格都是一样的 然后今天是端午节 所以我买了 有买了芒果 还有粽子 这个是我们小区附近的快递点 这是顺丰小哥们 还是有在没有放假 也是靠着他们 我们才能够继续的 还有人在帮我们配送快递 自己身处风控区域 但王立凯说 相比台湾家人对自己的担心 自己反而更加担心家人 而自己能在十几年前来到大陆发展 是很有远见的选择 家里面的人 其实对于我在这边 大陆隔离的话 其实我妈妈还是有点担心的 不过反过来 我比较担心他们 因为我跟他们说 其实广州才一百多例 然后我们已经封城封城 然后都已经封了 然后都已经 这些人都已经找到了 所以我觉得安全多了 不像台湾 我比较担心我妈妈 我常常跟她说 你要小心一点 因为台湾都已经一万多例了 而且还在持续扩大 我觉得在大陆真的安全多了 广州新闻办6月14日通报 广州将分类分批对封闭 封控管理区域实行有序解封 目前王立凯还不知道 自己居住的街道具体何时解封 他说解封后最想做的就是上班